好了裁判少将比赛开始 你现在看到的是2021赛季中甲联赛第六轮的一场赛事直播 陈队的前场定位球几乎都是由老队长杨浩来包办 右脚 拉乌尔 奥努埃布都在里边 这次是打了一个战术定位球 给到了右侧 伸到底线扣回来 左脚再喘 直接喘下了非常集中 再来看一下 王建明 扣开郑胜雄 然后左脚 本来他是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两名球员 如果让他们两个在封线上做配合的话 两个人是往往会做出一点文章的 这次难度很高的一次射门 再来看一下 这是亚塔拉 亚塔拉和 就做出了第一次换人 漂亮 蓝松 哎哟漂亮 这下过去了 王桥 眼前的空挡很大 横传 投球的攻门 这是呢 进攻机会 这是王桥的船中 但是在王桥 四转队的反击 这是一次好机会 这脚推射 漂亮 王琪 下半场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有些逆光 这是13号 王琪 三个人的组合 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跟上一轮联赛一样 好球 人球分过 不长捷 这次操作很漂亮 机会来了 小角度 大门 球进了 球进了 完美的个人能力和团队足球的结合 再来看 这次人球分过 是这次进攻的亮点 这次横传 找着点也特别的准确 维迪奇 维迪奇这一次和李浩杰 那是被杨浩骗到 人球分过 直接是过掉了宋春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右脚直接打门 漂亮 又亲自尝试的一脚打门 右脚打的质量还是 利用这样比较简单粗暴的打法 打破一下局面 机会来了 王楚 左脚的端射 再来看 王楚到了对手的禁区 呼顶的位置 投球 漂亮 王奇 贡献了一次神扑 成功已经达成了 再来看一下王桥的右脚的传中球 下达龙 身高1米90 给到了中路 外围 可以直接打一脚远射 这次王奇 如果产生队正下来到法 这场比赛也会顺势的结束